现在有很多人生的小孩可能都只是一两个或者两三个 很多父母都希望说孩子大了他们有经济能力 如果你本身有那个公积金的话 我希望说大家可以的话不要玩100%的把所有的公积金的数额分配给你的孩子 可能你需要留下的或者是可能你的储蓄储蓄啊公积金啊认识一些定义所管啊 你至少都要留一个50%的一个一个数额给你自己本身备用 希望说以防万一或者可能你有需要用到钱的时候 你可以拿来用 因为有很多个例子很多个案例 家人把公积金定义存款给了孩子之后 孩子反而不想去供养父母 不想去回馈父母 真的是有一些人把家人的定义存款收起来 收藏起来 不要给家人 不要给他的父母 就是说怕他们拿钱了 给他另外一个还用的姐妹 这种人很要不得 最重要就是在我们还在的时候 不管你是那种族 那种教都好 至少要留一个50%给自己本身 跟家人 然后可能你有多余的钱啊 你才分配一些给你的孩子 当作给他们的 因为很多时候一个人当他年老时候他会有很多病病痛 不一定是说年轻不会有 但是年长的人会比较机率比较高 在网上我有看到就是啊 有一个 有一个马来人 也有一个华人 他们不希望说老来之后那些钱 说新建国所算的钱 到最后没有人认领 然后他们就直接把所有的数额 拿给孩子去买物资啊 去买产业啊 或者是去给给他 放进他的他的银行银行后口 钱就要盗手 钱就盗手了 孩子就不理他 到最后 有一位 有一位人像华人 他们就因为太伤心了 就就选死了 然后另外一个呢 马来人呢 他就也是很后悔 孩子不理他 那是怎么办呢 当你的钱已经出了之后 你要回来是很辛苦的 很难的 我们辛苦所算的钱 我们尽量可以的话 就是应该吃就吃 应该穿就穿 应该用就用 不要说等到我们人不在了 我们的子孙啊 我们的孩子啊 才来享福 其实我们辛苦赚的钱 我们有权利 去用我们的资源 好 因为这是我们应得的 我们应该用的 我们应该要享有的 这个福利 要不然的话 你存了钱 后人成良 有意思吗 你把钱捐给了别人 你的孩子 到最后你的孩子想福 或者你的孙子还想福 我们可以的话 尽量就是对我们自己好一点 还有不要 不要因为为了省掉一点钱 然后变成过后自己本身 可能 比如说万一啦 要禁远 然后才来后悔 为什么我不对自己好一点 对自己好一点 就是 应该吃就吃 应该穿就穿 应该用就用 可能有另外一个更好的方法 就是如果你的数额很大 很多的话 可能你有很多产业的话 你就做一个 一个遗嘱吧 好 可能 或者可能有一个金钱 还是拿来 来处理你们的 你们的产业 可能 等到万一人不在了 至少这些东西能够有人在处理 那么就不会浪费 你们的一番苦心 这个是我本身对大家的建议啊 希望能够拜拜大家 之后我们下次再见 zne办法 大家看到 发生了 最后 启误 转发 转发 转发